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在第一关 晋级的十位挑战者进入挑战位 这个竞赛范围跟第一关又不一样了 这是纯粹的高手对决吧 这一关我们将继续采取晋级席位的抢战者 这一关五个晋级席位同样分为两轮 第一轮产生三个晋级者 如果我们的挑战者 没能在第一轮抢到这三个晋级席位 那么第二轮你们将会面临更高难度的挑战 去争夺剩下的两个晋级席位 请听第二关第一轮挑战规则 我们的嘉宾任意选择三十笔四位数 请注意我们这一次不是让大家用眼睛去看了 我们会把数字自动生成语音播报 加法和减法交替出现 播报完毕之后 挑战者必须写出正确答案 且用时最短的前三名挑战者才能晋级 你看直接从四位数开始了 刚才还是先从三位数开始的 而且增加了听的难度 听心算的 比赛呢连续地播报这个数字 这中间呢是没有间隔的 这个对选手捕捉数字 完成计算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而且在这一关当中呢 是加法 减法 交替出现 减法跟加法完全是逆向的思维 有很大的难度的 请我们的挑战者们戴上你们的眼罩 这语音播报是人工合成的 对 就是人工合成的 对的 所以人工合成的应该就是 普通话的这个标准语音 对 对 这样对大家还公平一些 他可能对自己教练的声音更熟悉 但是这样呢 大家都是一样的 有请我们的挑战助理 来检验一下 接下来我们有请 观战室里的嘉宾 为选手出题 我们要出题了 三十笔 四位数 这个应该是 红色的是加蓝色事件 我特别想问一下咱们秘书长 这个语音播报的难度 是比自己用眼睛看要难吗 听心算的难度呢 要比看心算的难度还要大一些 看更直观一些 听呢 有一个传输的过程 脑海里还要再转观 是 主持人 嘉宾也出题完毕 好 谢谢 请挑战者们摘一下眼罩 适应一下现场的光线 准备进行本轮挑战 第二关的难度 考验的是综合能力 首先你要把这个数字 通过耳朵听 然后来转化为 你脑海中的这个算珠 然后再进行 加间混合的运算 你要把所有的专注力 都集中在听力这一块 分辨这个数字 分辨错误了的话 那题目也是错误的 十位挑战者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我宣布 第一轮 挑战 开始 七千六百三十一 一千二百六十三 加九千六百三十一 三千四百七十九 加七千四百一十二 一千九百六十三 加九千八百一十四 一千六百三十七 加八千一百三十六 加九千一百二十三 这我小时候完全不一样 怎么这么快 一千四百二十五 加八千五百四十六 减一千四百九十六 加七千四百一十六 减二千六百七十四 加四千七百零一 减三千九百七十二 加四千九百零六 减三千四百五十一 加二千五百六十九 减一千七百零九 加五千六百六十九 减四千三百九十一 加七千零九十六 减三千八百七十二 这不可能啊 这完全不可能 我都怀疑这个速度 是不是调错了 就他已经是十倍速的 在播报了我觉得 我老天哪 根本连听都听不清楚 但是我们的十位选手 此刻全都已经答题完毕 用时最短的 哇 仍然是徐美多 零点七五秒 听算是我的强项 对自己的成绩 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所以最快的速度 去抢这个席位 用时最长的徐燕燕 用了两秒 八八 这一轮 我们将产生三位竞技者 请问两位裁判 刚才十位挑战者 抢答是否有效 主持人 抢答有效 主持人 抢答有效 谢谢两位裁判 有请挑战助理 徐美多再次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 完成了答案 这个数字 最后是否能够正确 我们来看 正确答案 七五 一零六 请验证徐美多的答案 第一位数字 你看 大家记住这个表情 这就叫做 徐美多成功者的微笑 我觉得这个微笑 一定是准确答案 七 第二位数字 五 第三位数字 一 第四位数字 零 这个零写的 最后一个数字 他肯定对了 对了 他这应该是对的 对的 六 六对了 徐美多这一次 稳稳当当地 拿下了第一把交椅 率先晋级 祝贺徐美多 这印证了徐美多是微笑 是成功的 你想 他在整个播报结束之后的 0.7秒给出了答案 是 这就是个自然过程 没有 没有我们想中的 他克服了自己 在第一关的 鼓励的影响 你看这是 真挚的情绪的释放 抢到了第一名的成绩 让我紧张的心情 平复了不少 那么接下来 这一轮还剩两把 晋级的椅子 看看坐上去的会是谁 刘 威威这一次姐姐 率先抢在了前面 请验证她的第一位数 七 第二位数 遗憾 不对 是我 啊 这其实是对 撒老师的一种考验 威威老师 下回能写清楚点吗 刘威威告诉我 这是五 哇这个这个五 龙飞凤舞啊 要起飞了 这个五 七五 没问题 七 哎呀 千呼万唤使出来 你四位数 零 最后一位数 六 祝贺刘威威 对啊 姐姐还是非常厉害的 你看这一轮就变成姐姐 坐那儿等妹妹来了 对 祝贺刘威威 稳稳当当 坐上第二把交椅 我觉得我姐姐表现非常出色 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 第二关就五个名字 我妹妹的实力比我强多了 她应该更有把握 这一轮稍微有一点遗憾的 就是妹妹刘晓明 没有能够把时间 抢进前三名 但从理论上来讲 还是有可能 如果杨红奇 杜海洋 金凤英全答错 你还是有可能 在这一轮晋级 但是我不知道啊 连错三个的几率有多大 我觉得有点太玄乎 接下来我们验证一下 杨红奇的答案 第一位数 七 第二位数 对 那可不一定 哦 嗯 错了 哇 错了 错了 七六 他是第二位六了 太遗憾了 太遗憾了 时间上是卡在了第三位 但是数字上出现了失误 所以杨红奇 没能在这一轮晋级 这都是高手压力太大了 接下来 杜海洋看到了 在这一轮晋级的希望 哦 我觉得他有点心虚 怎么回事 嗯 你看你看 他有点心虚 难道是没答对吗 验证一下杜海洋的答案 啊 哎 是七还是二 七 是七 但是因为写得快了 连上了笔 对吧 对对对 所以写得像二 第二个数字呢 连过去以后 他写的是 您这是个熟吗 这是个熟吗 请告诉我 八 是八 不对 我看着像五 刘晓明你笑什么 你笑什么 如此小概率的事件 眼看就要发生了是吗 连错三个人 我就笑笑不说话 七五 但是他达成七八 所以后面的数字 也都不用看了 遗憾 本轮止步于此 那就看金凤英了 第一个数 七 他应该是对的 我觉得他错的姿势 其实还挺小的 第二个数 五 第三位数 一 应该是对了的 你分析一下 我觉得他应该是对了的 你觉得他对了是吗 他上一轮填嘴唇的时候 也是对了的 第四个数 第四个数 没问题 最后 金凤英 能不能坐上 最后本轮晋级的 一把椅子 接手 就和金凤英 终于还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 没有连错三人 第二关晋级是 我是没有意料到的 没想到前两位就看到十五 然后让我有了这个机会 金凤英 把握住了杜海洋 和杨红旗 留给他的机会 没有再把这个机会传递下去 祝贺 此刻坐在我们 晋级席的三位 在第二关的第一轮 率先晋级 祝贺你们 接下来 这一关还剩两个 晋级的席位 但是对于各位来讲 挑战的难度会加大 第二轮挑战难度升级 我们的难度 将由刚才的四位数 升级为五位数 所以就是这 桑老师现在说的一切的事 你才知道 第一轮出现者还是幸运 对 这是在这个环节当中的竞赛 多么幸运 是啊 请挑战者戴上眼罩 第一个题我也算对了 但是自己还是写慢了 又剩下一次机会了 要快速地抢上那个席位 第一轮的时候 心里没有底 就觉得题目是算错了 抢答的时候 特意延迟了一下 所以这个排名是在后面的 第二轮我会用最快的速度 去抢答了 我们有请观战间嘉宾 为这一轮的选手出题 30比5位数 主持人嘉宾也出题完毕 好的 请我们的挑战者 可以摘下眼罩了 适应一下现场的光线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我宣布 第二关 第二轮 挑战 开始 准备好了 和 APA -21314加39741-21312加87421-23614加74631-12364加74631-13457加74232-23145加916314-23146加74237-52136加56971-12346加74523-12487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七位选手排在前两位用时最短的是刘晓明和董长乐 474474也太快了 这个用时的差距还是挺大的 0.47秒 他们差了一秒一秒多 在验证答案之前我想问一下我们的两位裁判 本轮抢答是否有效 主持人我们申请回看刘晓明的抢答过程 你看他现在对刘晓明的这个时间有点小小的质疑 在慌乱之中刘晓明先触摸了屏幕 他没能按照我们挑战的规则必须写完答案才按下停止键 又剩下一次机会了心里就有一些慌乱 一算完了就想着又要写答案 然后又要抢 因为这个脑子里就有点乱 一紧张不小心抢答案了 所以很遗憾 刘晓明虽然时间排在第一位 但是只能按照规则取消本轮成绩 杜海洋真的是非常幸运了 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因为别人失误 获得验证答案的机会了 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机会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董常乐 请揭晓他的答案 正确答案是837464 董常乐的第一个数字是 8 第二个数字 3 我觉得他应该是对的 第三个数字 7 没问题 第四个数字 董常乐的嘴角往上仰 应该是对了的 四 第五个数字 六 最后一个数字 祝贺董常乐 顺利竞技 十段选手 这给杜海洋留下了这么一个机会 看看杜海洋能不能好好把握 前十名当中 九位是女士 就对杜海洋一个人是男士 她压力太大了 请揭晓杜海洋的答案 第一位数 8 没有问题 第二位数 3 没有问题 第三位数 7 没有问题 第四位数 第四 第五位数 第四位数 第四位数 对了 对了 应该是最后一个 应该对了 不肯定对了 就看最后一哆嗦了 最后一位数 最后一位数 四 对了 祝贺杜海洋 拿到了关键的一个席位 成为了本轮最后一个晋级的选手 来 杜海洋 谢谢你为中国猪心算的男士 留下了最后一点对 本来十个人里就你一个男的 你要再不惊奇 后边都没希望了 一定要努力 努力 一定不容易 来来来 请坐 请坐 我是刚发现真的 十个人当中 只有杜海洋一个男士 太不容易了 而且还坚持到了最后这一个名额 因为刘晓明的失误 终于没有放弃这个机会 把握住了 冲到了下一关 如果没有犯规的话 我特别想知道你的答案 是不是能够为你 奠定一个晋级的基础 我们来看看 她的答案是否正确 也揭晓一下吧 太遗憾了 姐姐得多难受啊 但是很遗憾 因为犯规 一个正确的答案 没能把你送上晋级的席位 但好在你们家 刘家有一个人在那儿呢 是吧 刘家还有一个姐姐在那儿呢 想对姐姐说什么 姐姐继续加油 主要是太紧张了 刚才心一慌 手一烂 差一点姐妹就团聚在下一关 用心算啊 想半路出家 说好玩 尝试尝试 学几天就上战场 没有这样的事 所以尽管没能晋级到下一关 但是各位 在中国 乃至在全世界 猪心算的水平 那都是嚼嚼者 此刻 在即将告别我们 挑战舞台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心声 红奇 我觉得这个 最近这几天的夫婿 压力还是挺大的 因为我在离开猪心算队之后 已经有14年的时间 没有接触过猪心算了 作为一名医护工作者 虽然这次我很遗憾 没能参与到抗疫一线的工作 我也是想借这个平台 对我们的医护工作者 说几句话 在这次抗疫阻击战中 我们奋战在一线的医护工作者 是你们的永不服输 永不放弃 对生命无数次挑战不可能 才让大家对生命 重新看到了希望 你们辛苦了 来看一看我们这位 14年没有接触猪心算 但是短短几天的复训 就再一次站上挑战席的 这位医护工作者 答案完全正确 这就是他们的功力 这就是他们的能力 这就是他们的坚持和坚守 方明 从我第一次接触算盘 到现在已经20年了 我能够来到这个舞台 我想借此机会 感谢我的父母 家人 领导 老师 我是猪算人 我能上能下 我打得皆为事件的算盘 我能进能退 过得都是人生的算朱 我诛心无悔 谢谢 今天来到现场的每一位 都是高手 也都让我们看到了挑战者 永不服输的精神 更让我们看到了 打下坚实的基本功 对于一个人而言 意味着什么 无论当你放下多久 你拾起他的那一刻 他仍然还能在你手中 变成你人生的戾气 闪闪发光 所向披靡 感谢你们的到来 再见 很遗憾 只不于此 非常感谢朱心酸 带给我非常多美好的回忆 我觉得也算是 给我自己交上一份 比较满意的打卷了 不错 不错 挺好的 挺好的 谢谢